我是一個熱愛運動的婦產科醫師 時常迎接新生兒的爽朗哭聲 在推廣孕婦運動的路上 懷著無限夢想 努力前進 我是烏烏醫師 與你分享我的努力講堂 歡迎收看由XVD台灣製作的 烏烏醫師 努力講堂 我是XVD台灣的Choker 在我身邊的是烏恩慈 烏醫師 嗨 又見面了 相信大家都看過前三集的運力講堂 是我們特別針對育媽咪運動來做一些零私的破解 今天要來講 烏醫師跟林四鴻醫師的一本新書 在這邊叫做運動運壽 在各大通路 金石堂、陳平、伯克萊 都有這本是非常棒的一本書在講 育媽咪的健康飲食 要運動 不只可以也更應該運動 產後瘦身的部分 然後有一些真的有在運動的媽咪 分享他們實戰的經驗 對 其實這本書非常適合在配運或者是 已經換育媽咪都非常適合 甚至產後也可以看 烏醫師有說 這是一個真實的事情 2017年美國網球名將小衛蓮斯 他在澳洲拿到澳洲網球公開賽的大滿冠冠軍 結果之後他就宣布他懷孕20週 其實他在比賽拿冠軍的時候已經懷孕8週了 所以其實就一般破解 有很多人說 懷孕就是要多吃、多休息 因為以前的人就是都很疲勞 這人都要下庭或做要勞動 所以好不容易打到機會要休息 可是我想現在的人應該是休息太多 就是都坐著 要吃東西就打電話就好了 那工作的型態都是久做 對 這本書有興趣的朋友我個人非常推薦 那除此之外如果 你在台北 也可以去找你掛號 對 烏醫師在核心布展哥 烏醫師的新書 那我非常的推薦大家 覺得孕婦的先生其實更需要 有道路 因為有時候懷孕難免會很多擔心 或是不明白的地方 那我覺得心裡最大的支持就還是另外一半 隊友很重要 對應該是要幫忙孕媽咪去破解這些迷思 就是擋在迷思攻擊的第一線 對最怕足隊友 完全都沒有運動的話 這本書我有看了一下 其實也蠻多出階的 就是在教你入門 對 然後教你怎麼樣去看運動這件事情 另外的怪獸獎檔 或者是舉重獎檔 經理獎檔都有分析很多的運動帶來的好處 但是一講到女生大家就會 就會 特別是孕婦 對 就覺得溫和就好 躺著比較好 躺著很多問題嘛 肌肉 骨質流失 憂鬱 頭暈 正常人家你躺著兩天就受不了 疫情的時候我想更直啊 不能出門或是 社交減少 這種憂慮跟焦慮更嚴重 那懷孕又不是神病 而且這本書後面其實有蠻多三四個範例 是真的孕媽咪 有一個 跟我跑完不隔天就 喔是喔 對啊 他就是運動到產前一天這樣 對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就是還是要判斷 要做產檢 有前面的孕妮獎有提到 如果有遇到什麼出血 出血啊 或是真的要早產破水一些 當然要趕快停止運動 不過其實我們有一個新的觀念 一個好的心態來看孕妇這件事情 我覺得會比什麼都不行 還要好很多 對 這本書真的很棒喔 那這一次我們講堂啊 其實從孕律講堂 我們延伸到女力講堂 你知道我們 SP台灣的訂閱的觀眾嗎 有多少是女生你猜 大概不到10吧 你猜對 我們在SP台灣的訂閱女生 我們看那個後台分析 只有不到5% 比我想要更少 想孕婦甚至比女生 又更少了 那我們想要推廣的不只是孕媽咪 我們希望所有的女生 所有的女性朋友 都可以來運動 當然是越早 早運動早享受 對對對 所以我們把孕律講堂 再延伸成為 吳醫師的女力講堂 我們就會 在這個系列來講解 更多有關女生運動 或是各式其他社會 對女性的一些迷思 就是把挫腳跟延伸 不只是孕婦 我猜是否就能夠 會有關女生 不只是在那裡 會不會有關女生 對女生 不只是在那裡 在這裏 我會不會有關女生 不只是在那裡 有關女生 我會不會有關女生